咋办? 偌大的紫霄公,除缺自家太清老师之外,视线进阶汇聚于自己手中。 道道威压,有意无意扑来,虽大半互相冲底,但终究还是,有些许圣人,威压落在李长寿身上,让李长寿呼吸都有些毒闷。 正此时,一道身影闪过,挡在了李长寿身前,背对李长寿副手而立。 他神情虽平淡,但嘴角总归是带着掩不住的笑意,背后凝出太极图虚影,将压向李长寿的威压尽数化解。 自是玄斗大法师及时出手,旁边起身晚了一点的玉帝陛下,默默作证了身形,又失去了增加一点君臣感情的机会。 李长寿匆忙整顿纷乱的道心,继续装作重伤状躺在地上,将打神鞭和封神榜握紧了,心底念头飞速流转,心神之力依然拉满。 算,赶紧算,这不道祖,到底几十层意思? 打是轻骂是爱这是红小孩的话,信他的糟劳。 糟糕,心底竟然是满满的感激。 不过,道祖老爷当面如此特殊对待,又是小雷鞭,又是小声嘀咕,这是摆明了表达对天庭的支持。 前台词无外乎,平道要新天庭,这次大劫,不管你们如何折腾,天庭神位必须填满。 随后丢下封神榜和打神鞭,潇洒退场。 李长寿想象过无数次封神榜现世的画面,此前觉得最有可能的情形,是道祖老爷张口说一堆玄之又玄的话语,然后刺下封神榜。 可万万没想到,手抖了,榜扔了,刚好掉他怀里了。 隔壁那个二圣人,脸都差点绿了。 他偏偏被道祖老爷的天法打得浑身麻痹,元神被封,完全没办法推辞一二。 这张开过光的嘴,全无用处。 如果有人说,红军师祖不是有意这般安排的,打死准提圣人,他李长寿都不信。 为了今日帮玉帝或者自家老师争夺封神榜,李长寿准备了几套说辞,十几个方案,为了能垂死西方教,更是不遗余力地去搜罗西方教的罪。 到头来,全是无用功。 道祖给的,比他想的还要多。 原来自己只需挨一顿毒打,被道祖骂几句,不用争也不用抢。 依靠着道祖老爷的远古神通,手一抖,就直接把天书强行塞到了他手中。 什么尔虞我诈,勾心斗脚,拉帮结派,通通没用。 反过来想,今日道祖若不采取这般手段,又会出现哪般情形? 李长寿略作推算。 原本的风神大劫,风神榜被原始天尊执掌,怕也有原始天尊两头下注,与西方教暗中协商的缘故。 而经风神大劫,已是有了诸多变数,红军道祖此前就以明示要将风神主导权交给天庭。 三年前,原始天尊与接引道人碰了面,两者坐下谈了事。 很有可能,那次就是在协商今日之事,西方教两位圣人支持原始天尊执掌风神榜,再将今后的大劫屠刀对准劫教弟子。 想通此间关节,李长寿心底已渐渐理出了一条清晰的逻辑线,它确实成了道祖手中的一把钥匙。 虽然这把钥匙本身份量远不如锁,但位置和形状刚刚合适。 进入紫霄宫前,女娲娘娘那句人族的命图,若人族本身都不争,又能指望谁呢? 此事品来,当真满满的深意。 女娲娘娘站在人族这边,而风神大劫某种意义上就是圣人大叫,亏欠了人族。 话而言之,女娲娘娘当时是在对道祖表态,她站在李长寿这边。 那今日的紫霄宫商议风神,六位圣人很可能就会形成三对三的干大局面。 道祖为六圣之师,此次大劫是天道降下的生灵大劫,必须有足够的死伤才能填满劫。 若是在这紫霄宫中,六圣围绕产教和劫教分座两派,三对三相持不下,道祖怕有些难以收场。 那种情形下,道祖只要表态都会暗示大劫的走向,从而影响到天道劫运运转。 劫教亏欠人族太多,何该多死伤? 西方教又是道门之外,道祖若说对其没意见,也不合常理。 故,道祖借题发挥,将李长寿这个天庭普通全神拉了出来,先毒打一顿,打到他失去意识,再将封神榜和打神边塞下来,潇洒走人。 既没有明确表态支持铲教或者劫教,顺手打压了西方教,还抬了天庭一手,卖了个人情给不愿看三兄弟闹掰得太轻。 高还是道祖高?至于什么打你一顿,就是为了心理舒坦。 封神榜也就随手一扔这种事,李长寿怎么可能相信? 这是与天道相合的洪荒最强者,如今三界格局的一手缔造者,岂能跟他一个小徒孙一般见识? 都是算计。当然,也不能排除在算计的过程中,顺势而为就抽了他一顿的可能性。 嗯,以后还是少利用天道誓言,师祖对这意见挺大。 现在的问题是,他被亲师祖一脚踹到了泥潭中,还用力补上两脚,把他整个身子塞了进去。 李长寿原本想在风神大劫中隐于幕后,届时安排,此刻却直接握住了风神榜, 与打神鞭。这般虽看似能够直接干预风神剧本,得到了更高的权限, 但接下来就要直接面对大教之间的征伐,自己成了矛盾爆发的集中点。 着实不稳,长庚,长庚,黑,九成八。 玉帝在旁几声呼喊,最后喊出的这三个字眼,让李长寿浑身一哆嗦,下意识睁开眼,心底糟乱的念头迅速归于平静。 玉帝目中流露出几分关切。 李长寿躺在那,突然大笑了几声。 女娃娘娘不由其道,你这家伙,莫不是被老师打坏了神魂,怎能还笑了出来? 李长寿连忙跳了起来,身上道袍一抖,掉了一层黑灰。 回诗书画,李长寿笑道,弟子是开心,能得师祖信任,威以这般重任。 师祖还特意为弟子解释了,此前为何不发功德之事,亲口称弟子为徒孙。 言罢,李长寿看向面色铁青的准提圣人,笑道,西方教二教主放心,小神定会努力做好这般差事,按师祖要求,为天庭大兴,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。 可,玉帝在后面轻轻嗓子,言道,长庚爱卿,这些事稍后再说。 你不如,先去殿外换身衣物,这般着实有失体统。 李长寿有些不明所以,他正要顺势开口,将封神榜交由玉帝保管。 玉帝手指微弹,打出一缕清风。 某天庭普通拳神,封神榜直张者,道组亲口扔下的徒孙。 突然感觉后臀圆润处,颇为凉爽。 扭头一看,李长寿老脸一红,神舟鲜光缭绕,对着左右连连坐到一陪里。 求大了这次,他向太清老师请了命,躲入了侧旁太极图中,麻溜地换了身浅蓝色的长袍。 这破损的道袍,珍藏。 以后开个洪荒稳教博物馆,这就是道祖慈爱关怀稳教教主的最佳证明。 就在换衣服的这空荡,李长寿就听殿内传来圣人对话声。 先是准提圣人探道,老师终究是不信任我等。 通天教主呛声道,而等做的是,如何让老师信任? 道友此言诧异,皆引道人缓声道,天地本有秩序,并非道门一家。 老师当年能将鸿蒙子气赐予平道师兄弟二人,并说西方何该大兴,这即是天道之理。 只不过,这般来看,风神大劫非我西方大兴之机。 原始天尊道,老师此举未免有些儿戏。 通天教主笑道,师兄你刚才可是未听到,老师亲口所说,天书与长庚有缘。 长庚位列天庭守臣,又是大师兄喜爱的弟子。 所修更是均衡大道,此前为天庭大兴做出不少卓越之事迹。 由他执掌,天书,有何不妥? 原始天尊道,长庚入门较晚,虽形势稳妥,却终究是资历较浅。 女娃娘娘笑道,师兄这话,我可是不得不说两句了。 师兄莫要忘了,长庚是仁族出身,这次大劫便是因圣人大教亏欠了仁族,才会将大劫主体落在圣人大教之上。 让仁族出身的长庚主持大劫,罪和天数。 侧旁大法师淡定地走回了太清圣人身后,努力收敛气息做空气人,免得引火烧身,给自己惹来睡觉之外的杂物。 几位圣人又辩论几句,李长寿从太极图后脉搏而出,不只是换了身衣物,顺便还换了下发型,清理了下浑身焦黑。 风神榜这个坑,当真不能挑。 她再次登场,几位圣人的目光再次汇聚而来。 女娲圣人在古历中带着几分玩味,通天教主则是纯粹的欣喜。 原始天尊的目光略有些复杂,西方教大圣人目光满是善意,二圣人的目光,那不重要。 太清圣人一直闭目养神,似乎凡事与她无关。 但李长寿此刻,缓步走到太清圣人面前,对自家老师躬身行礼,温声道。 老师,弟子有事求饼。 讲。 师祖信任,赐弟子打神鞭,封神榜,命弟子执掌封神之事。 弟子本不该推辞,然此事事关重大,正如二师叔所言,弟子资历尚欠,经验不足,封神非同小可。 弟子恐一时错漏,酿成祸事。 李长寿看向玉帝,朗声道。 弟子,详请老师应允,弟子将封神榜放归天庭,由玉帝陛下亲自掌管封神榜。 玉帝陛下不必亲自为封神之事操劳,弟子会借打神鞭之威,行道祖之命,为天庭大兴精心谋划。 玉帝听闻此言,嘴角止不住露出淡淡笑意。 太清圣人也面露思索,开口道,尚可。 谢老师准许,李长寿做了个道一,而后双手端着那封神榜,快步到了玉帝坐前,对玉帝眨了下眼。 玉帝正色道,长庚执掌封神榜,与吴执掌封神榜有何不同? 李长寿也正色道,陛下为天道认可的三界领袖,天地神权守卫,封神本就为天庭大兴。 这过程中,由陛下宁执掌这件封神榜,最合适不过。 小神定会在旁全力相助。 玉帝沉阴几声,看着面前这卷轴,缓缓点头。 既如此,吴就暂替长庚拟掌管封神榜,将此榜摆于灵霄宝殿中,长庚随时取用。 谢陛下! 李长寿将封神榜双手捧上,玉帝站起身来,双手接过,缓缓握在掌心。 煞石金光闪耀,一缕缕天道之力朝着四面涌动,玉帝头顶竟浮现出一张卷轴的虚影,其上净是空白。 见此状,李长寿心底一块大石平稳落地,手中握着的打神鞭也觉得没了多少重量。 名义上的是,让玉帝必下顶。 实际微操,由他来影响。 虽说整个过程让李长寿措手不及,痛定思痛,出乎意料,但最终还是达到了自己预期的完美结果。 顺便,还捞了一点盗祖庇护。 与此同时,道门两位英杰大教的圣人,西方教两位圣人,心底泛起一丝名物。 原始天尊道,浩天师弟,如何牵压风神榜? 玉帝达约,风神榜上总共有365个空缺,对应天庭365正神空位, 涉及天庭八部空缺,三山五岳正神空缺等等。 何该有365生灵,入天庭神位之列,向天庭香火供奉? 女娲圣人笑道,玉帝陛下这话虽不错,但刚刚天道所显, 若是名字被写入风神榜,陨落在大节中,一缕元神入风神榜, 此生竟被风神榜束缚。 通天教主皱眉沉吟。 李长寿在庞道,师叔,这是坏事,也是好事。 若本是要在大节中允命之人,得了风神榜庇护, 还能借天道之力重生,入天庭香供奉, 对此人而言,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 准提圣人冷然道,既如此,找365名寄民弟子上榜就是了, 此节自可化解大半。 玉帝哼了声,又道。 此次大节,除却为天庭挑选仙神, 三教合该有3650名长生仙允落, 以此平衡生灵之力。 各位师兄商议这风神榜名册, 也当划分清楚, 这部分注定允落的名额。 几位圣人同时默然, 目光看向了结教圣人通天教主。 通天教主淡然道, 各家均匀分配。 见影道人却道, 平道弟子不多, 西方教门人也不多, 若是均匀分配名额, 怕是我西方教要绝了祸。 通天教主刚要反驳, 原始天尊也皱眉道, 玉须攻仙人不过数百。 准提圣人孝道, 结教号称万仙来朝, 咱们何不按三教弟子之术对比, 各取相应陨落之术。 通天教主面色顿时变得颇为冷峻。 怎么? 我结教弟子多, 便是罪过。 接引圣人道, 此次大劫, 若其应有时, 结教战巴。 这般, 通天教主自退半步, 那天庭神位, 我结教, 英下三百之术, 云落之术, 我结教英下一千, 如何? 一直在旁不曾开口的李长寿, 闻言心底一探。 此事绝不能退, 若是软弱了, 只能给西方打射随棍上的机会。 果然, 准提笑道, 结教万仙来朝, 便是印下这三千之术, 也不会伤筋动骨。 原始天尊缓声道, 不够。 不够? 通天教主勃然而怒, 站起身来, 袖跑抖授间定声反问。 三百不够, 一千不够。 师兄, 你莫非定要覆灭我结教? 杀光我徒儿。 原始天尊轻叹一声, 闭目不言, 紫霄宫中的氛围顿时有些凝滞。 通天教主背后的诸仙见证图, 见义争名。 呼听太清老子一声, 坐下。 通天教主一甩一袖, 冷着脸坐了下来。 随后, 太清圣人看了眼李长寿, 本不想再多说话, 默认今日之局定是不欢而散得李长寿, 此刻也只能站出来。 他与玉帝对视一眼, 两人颇为默契的一笑。 李长寿向前迈出半步, 笑道, 刚刚玉帝陛下有句话表述有些模糊, 各位莫及, 容小神再多问玉帝陛下一句, 陛下, 您刚才说的三教, 似乎并未说明白。 玉帝心底流转着数十年前, 李长寿就已给的剧本, 淡然道, 吴刚才所言, 乃封神榜所显, 道门三教, 准确来说是产教与结教, 最少会有三千六百五十名长生仙陨落。 这不只是两教圣人弟子, 也包含两教道成所属仙宗。 至于, 这场大劫终究要陨落多少长生仙? 其实无法计量。 听闻此言, 通天教主孝竹言开, 原始天尊便荣还算平静, 西方教二圣笑容有些凝固。 李长寿道, 陛下, 这三百六十五名正神之位, 您想如何处置? 自是优选西方教除外的, 有德, 有谋, 有智, 有品行之生灵。 玉帝按此前背诵的那般, 竹子不差的言说, 其实几位师兄不必非将封神榜, 看作是索命的天道宝物, 可以将封神榜视作残魂附生的救命之物。 原始天尊道, 若鸣入封神榜, 便会为劫运驱策, 难逃一死。 玉帝沉吟几声, 倒是无法辩驳。 通天教主道, 师兄, 你我不如先定下个约定, 清传大弟子, 不入封神榜。 如何? 师弟, 原始天尊咒梅道, 此事怕事难以说准。 那接引道人在旁插话道, 听玉帝陛下之意, 这轻浮正神之位, 无我西方所属。 不错, 玉帝淡定地道了句, 接引圣人问, 可是封神榜如此彰显? 不是, 玉帝淡定地道了句, 盘坐在蒲团上, 心目韵光, 笑容温和, 缓声道, 是无定下的此事。 接引眉头一皱, 定声道, 玉帝陛下, 未免欺人太甚。 欺人太甚? 玉帝挑了挑眉, 淡然道, 长庚帮我给接引师兄解释解释, 无怕控制不住脾性, 在老师这宝地口出污秽, 辱骂了圣人。 是, 李长寿答应一声, 向前踏出几步, 对西方教二圣做了个道一, 面色颇有些为难。 李长寿皱眉道, 两位圣人老爷莫怪, 小神也只是陈述实情, 并非有意针对。 此前天庭不兴, 西方教处处为难, 龙族事, 妖族事, 两位圣人老爷纵容各位西方教弟子, 为非作歹, 与天庭开战, 又大搞香火神教, 名声实在是, 若此次大劫, 有西方教弟子入天, 做了天庭正神, 这让天庭已有正神该如何想, 让龙族该如何想, 让三界生灵又该如何想, 玉帝陛下做出这般决定, 其实也是为了三界安稳, 天地安稳计, 还请两位圣人老爷多多担待, 准提圣人冷然道, 平道所为不过西方大兴, 诸多是为天道所愿, 小神自不敢纠正, 圣人言语错漏之处, 李长寿挺直身体, 面容冷峻, 双目之中神光涌动, 手中打神鞭, 金光闪烁, 他今日不出言, 得罪西方教二圣, 若西方教二圣有合适的机会, 也是会出手毁了他, 在西方教育道门之事上, 绝不可想着两头讨好, 自己未来要做的, 就是尽全力维护道门完整, 让产教和结教的内斗, 控制在最小范围, 护住道门三教元气, 趁机除掉道门部分顽疾, 对西方教, 合理的强硬便是稳, 合理的碰撞, 便会让老师, 通天教主, 更坚定地站在自己身后, 于是, 李长寿开口说了的弹字, 若为自身大兴, 可毁其他道成, 可肆意打压为三界带去秩序, 庇护弱者的天庭, 若为自身大兴, 可随意欺压弱小生灵, 可将本生活安乐的凡人, 看作牲畜, 若为自身大兴, 肆意更改生灵轮转之事, 凡事无所不用其极, 强行增加自身抵御, 大兴之后, 又能得到什么? 两位, 时代变了, 李长寿话语一顿, 淡然道, 接下来, 此地将由玉帝陛下主持, 讨论道门入节封神之事, 两位是否要避一避? 毕竟他日大劫正式发动, 西方与道门应是对手, 西方教大圣人闭目不严, 小圣人却是皱眉凝视玉帝, 看都不看李长寿, 更别说甩袖离去, 那, 我呢? 女娲圣人在旁含笑问着, 李长寿顿时露出笑脸, 对女娲圣人做了个道一, 笑道, 师叔您是人族圣母, 本次大劫始于人族, 咱们人族更是天地主角, 自是要师叔全程在旁监督, 若天庭哪里做得不对, 师叔您及时提醒, 玉帝陛下对您也是颇为敬重, 那是自然, 玉帝站起身来, 对女娲圣人做了个道一, 师姐, 若天庭在这次大劫中, 行事有半点不妥, 还请师姐及时指出, 女娲不由笑眯了眼, 在自己位置坐得稳稳当当, 这君臣一唱一和, 却是将己圣争锋的局面, 搅得一团乱糟, 通天教主一声轻叹, 道, 这封神吧, 师兄想如何牵, 原始天尊缓缓站起身来, 看向通天教主, 淡然道, 各凭本事, 各靠器语, 此事今后再谈骂, 言霸转身而行, 广成子在后低头跟随, 念容平静, 毫无所动。 评论, 优优独播 Sendhil, 评论, 听优独播 sendpakar, 听优独播. 请回卡 www.gbh.org 庙子在 scenery Там,